我用1841年的蓝晒法 把家里一块平平无奇的布 变成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家居好物 偶然刷到用阳光晒衣服图案的DIY 感觉好神奇 所以我打算用这块闲置已久的摄影背景布 在家尝试做一下 蓝晒 操作起来很简单 只需要把专用的蓝晒A比叶 1比1混合涂在布料上 然后需要在闭光处通风晾干 像我一样等不及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用吹风机的冷风把它吹干 接着把标本或者自己喜欢的图案盖在上面 用胶带分别固定住 我还提前制作了一些名画的附片 像梵高的玫瑰花 渐变的月球 都是我喜欢的画作 用溜散纸打印出来 盖在上面 同样需要用塑料板压实 这样晒出来的图案细节会更清晰 放到露台晒1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最后用水冲洗 只图案显现 没有绿色溶液流出就可以了 为了更好的护色 我决定用这个立白大师香粉洗一叶 再洗一遍 它这个格拉斯玫瑰香 还是法国香水大师凯莉斯调的 洗一次能香三天 加上有护色因子搭配天然酵素 洗完之后 蓝晒出来的图案更鲜亮了 闻着还很香 像喷了大排玫瑰香水一样 等布料自然晾干后 才加合适的大小 固定在相框里 就拥有了一幅好看的玫瑰花装饰画 这对在中间穿过表心 它就变成了一个月球时钟 还有一块超大面积的花草图案布料 可以用它做一个繁花门帘 历史久远的蓝晒工艺 让光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每一个被阳光定格下来的蓝色作品 都是独一无二的